isol fans 這兩會王玲瑀跟黃東平 來帶著走哦 中國選手王玲瑀跟黃東平反而是兩勝一敗 所以發去對手的場地的時候 比較沒有像以往都是比較偏硬的這種打法 就是用力用力 然後球鋒是比較強硬的 他們也會帶球鋒 其實像印尼他們可以看到他們在處理球上 其實會比較 其實以混雙來說 在雙打混雙都是 就是在發接發的這個部分 會比較有明顯的落差 就是說如果你的接發球 上一次交手是在2017年的12月 當時是世界盃在杜拜 我們看一下這一球 7比7 再救回來 還有 他陪過很多球 男子的好手 對 所以其實他的 往前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算是蠻可以一點點 才不會說離網子這麼近 那你其實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做一個反應 因為男子選手的球速其實是比較快的 那麼近點 會喜歡現在還有 那麼在旁邊有橫味的 所以我來就這樣 一路四都要 anders 好像不要這樣 因為他們還要這樣 給你們相當哪 至少 然後這路就一直在 好球 直拍 非常多的一個來回了 還有 比較不怕球的話 其實 15-14 變化組織 10分 所以造成說在很短的時間內 球就會被分數就會被拉開 再來看到第二局的比賽 第一局的後半段 可以前半局其實是蠻不一樣的 那就來看在第二局的比賽當中 雙方會不會再出現什麼樣的戰術上的變化 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賽 印尼的組合會從領先打到落後 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的失誤太多 是 那當然今天黃東平也打得非常的強勢 就是說他在防守的過程當中 可以看到他在跑位 對 男子選手在後場中場這樣子去跑動 那當然這樣子的空檔就會變得比較多 那對於印尼選手來說 7比5現在拉開在第二局的兩分差距 對 對 對 K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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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 9比7現在是王毅律跟黃東平取得兩分超前 還有 為什麼呢 會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不曉得會不會是膝蓋有一點受傷 看他剛才在往前的球上 好 好 對 感覺上比較不是這麼的順 順 對 所以比賽的節奏都還是讓中國選手這兩位 王一律跟黃東平來帶著走 還有 唉唷 哇 這幾個就還 好 那其實這就會讓自己呈現一個比較被動 一直在防守 現在 一個要求 拐氣用 還有 後場的一個掉小球 四個對戰組合都有中國選手 但是結果最後是自己的發球失誤送分也送 對 走 對 走 對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